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徐荣江 中国对台进行包围式军事演习 从昨天中午原本要演习三天 却变成三小时 让外界傻眼 怎么射了飞弹都没感觉 就宣布演习结束 到底原因是什么 但紧接着傍晚 我国军证实 共军发射了11枚的东风飞弹 日本防卫省说 他们掌握9枚 有5枚落入日本的专属经济区 有4枚是飞过台湾本岛上空 那其中一枚还穿越了台北上空 还有轨迹图 一时之间 所有的新闻焦点变成 中共飞弹飞越台湾 我们的国防部怎么没有拦截 怎么没有发布防空警报 国军到底有没有掌握 那国防部后来说明 共军的弹道飞弹发射后 主要的飞行路径是位在大气层 对地面并无危害 所以没有发布防空警报 但有人不相信 就开始矛头对准自己 这到底怎么回事 共军只是发射几枚飞弹 就让台湾内部炒成一团 这对吗 那这次共军射的飞弹 对比96年的台海危机 多数国人是更加的冷静 没有恐慌 生活正常 连东部的赏金船都照样出海 所以国军掌握飞弹 在太空飞行没有危害 还需要拦截吗 那真要发布空袭警报吗 会不会发了又骂 制造恐慌 选举考量呢 倒是共军为什么突然明经收兵 草草了事呢 演习才一小时就急着宣传 达到效果 之后呢 更是全面宣传 让人怀疑根本是宣传 大于演习本身 但是五枚飞弹落在日本的门口 印证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日本强烈抗议中国 日本启动美日安保机制吗 美国在演习的过程中相对安静 背后做了什么 白宫表明不会接受中共军演 试图建立的新常态 雷更浩在台海周边待命监控 美日多架战机从冲绳起飞应变 台日美中四方 昨天历经一场无声的战争 谁是赢家 谁是输家呢 最新继续发展 节目节目中都有深入分析 先介绍来宾 首先是武党集团林长佐 中江好 大家好 好 再次政治评论汪洁明 大家好 也是政治评论于梅梅 中江好 大家好 好 再次空军前副司令 张艺庭将军 中江好 大家好 还有国民党 桃园市议员黄金平 中江大平安 还有的资争媒体员 王瑞德 中江好 大家好 那么稍后政治评论李正浩 也会加入我们讨论 先来关心 共军包围式的军事演习 昨天发射飞弹 引发高度的关注 那中国方面说呢 他们设了16枚 那台湾的军方是说 设11枚 日本的军方说是9枚 先不管是否宣传 先请教瑞德哥 这个就飞弹本身 我们看到东风飞弹 发射了这么多枚 到底现在中共的 飞弹实力是大幅提升吗 那么因为日本呢 他们这个等于说 掌控的9枚东风飞弹 那我们这边国军 所这个公布的是 11枚的东风飞弹嘛 那不管几枚 反正就至少一定有 11枚的飞弹 还不包括火箭弹在内 那么这个就是昨天 大概这个可能 发射的相关的飞弹 它的轨迹跟发射的位置 那么最长的大概 这个距离呢 大概飞了快要700多公里 对短的也大概 飞了快要300多公里 总共我们就估计 以我们国军为主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把它说成 就是11枚好了 那么这11枚飞弹里面呢 包括这个东风11型的 这个飞弹 东风11型马上要淘汰了 以前东风10 东风11马上淘汰了 也包括东风15B也快要淘汰了 那么大概东风16是以后 对准台湾的短程飞弹的 大概是东风16为主啊 昨天也有 那么比较特殊的是 他们所谓的极音速的飞弹的东风17 那他们东风17 事实上是目前啊 那么它的这个有效盛程 比较大概有两三千公里 两千多公里的躲右 算是这个短程到中程的 这个飞弹就对了 真的有打东风17 他们号称了 那到时怎么样 因为我们也没有公布嘛 那这个是对岸中国的这个专家 所谓军事专家 这个号称的东西啊 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没有公布相关的 这个飞弹的东西啊 那么不过呢 那么这次 它的这个相关的 这个导引等等啊 号称是这样 打到它固定的一个地方 它要打的七大这个军演区啊 不过因为那个七大军演区都蛮大的 所以所谓的精准打道 是什么意思 没有人知道 精准度到底是怎么样 精准度打到一艘船 一艘靶船 跟打到这个区域的海域 那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这个区域的海域 比如说好几公里 好几十公里 那跟打到这艘船 那个定义是不一样的 好 昨天有一个 这个很重要的东西啊 那么今天还有人在鬼扯 还在传就对了啊 那么为什么 那么就是在传说 飞弹其中有四颗 飞过台湾台北上空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 我们为什么没有接到 这个手机的这个警告 说有飞弹飞过来嘛 那为什么没有防空演习啊 没有煞有介事的 大家躲哪里去啊 为什么呢 跟各位解释一下 如果你要这样说的话 请问中江 我们地球的上空 一大堆几千几万颗的 这个人造卫星啊 每天都有经过台湾上空的 我们要不要发射警报啊 这样叫侵犯领空吗 太空站要不要发射警报啊 太空站有可能会发射嘛 你忘了 上次中共的那个 要掉下来的时候 还经过台湾上空 吓死人了 后来掉到某个地方去嘛 掉到海边还哪里嘛 对不对 所以会吓死人了 每天上空经过这么多 那为什么 为什么老公要这样做 因为很简单 老公所发射的是弹道飞弹 弹道飞弹发射了以后 它不是这样平行 这样过来的 所以它是一个像 泡污线这样往上空 往大气层去 老公昨天所发射 经过台北上空 如果你要针对地球来看 哎呦 是在台北的上空 如果你要针对高度来看 全部超过100到200公里以上 什么意思啊 昨天没有人看得到 就跟看到歼20隐形战绩一样 看不见看不见 对 都会隐形 都看不到 如果有的话 如果老公今天要发狠的话 他照理来讲 应该故意的 要让你台北人 全部看到那个飞弹过去 哇 那个威胁就不一样了 他要的是什么 你可以发现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中共还是在打心理战 他虽然发射了11枚的 这个相关的东风飞弹 然后针对我们的 马祖不是有人在秦碧村 第一海警第一排 这边喝饮料拍到了 那个相关火箭弹起飞吗 他在马祖 东影 乌丘这附近 那么发射火箭弹 比较短距离的火箭弹 他对台湾本岛附近的海域呢 北部 南部跟东部呢 发射飞弹 所以事实上他是有计划 他又要让这个四枚的飞弹呢 看起来是飞过台北舱空 可问题是他不能让这个飞弹呢 掉到台北的领空 你知道吗 如果他掉进来的话 事情大掉 为什么 那不是跟台湾有关系而已 跟美国有很大的关系啊 对 那美国怎么办 美国只好加强对台湾的保护领导 就这样子嘛 然后摆明的就是 我讲坦白的啦 如果昨天导供稍微有一个闪失的话 比如说飞弹飞到我们大家都看得见 从陆地就过去对不对 很简单 四艘神盾舰 AGM-158的这个 逆中飞弹跟智慧型水雷 美国必须马上卖 很简单嘛 因为你要发展不对称军力 马上卖给台湾嘛 通常你会看得到 是不是就应该表示我们要来 因为他在打破两岸现在的现状嘛 是 那你在打破嘛 所以老共其实很聪明 他为什么呢 他这样上去以后 又可以大内宣大外宣说 我们的飞弹 飞过台北的领空好厉害 对不对 飞过台湾本岛 事实上大家都看不到 为什么 因为在外太空 跟各位解释一下 任何国家的上空 一百公里以后 都不是任何国家的领空 因为很简单 那叫外太空 那叫外太空 那叫我刚才说的 人造卫星过 太空站过 太空桌过 你不能说发表讯号 然后嗶嗶嗶 要把它打下来 那么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昨天有一些家伙 对不对 就开始在那边说 你们我们买的这个防空飞弹 没有用啊 错 为什么呢 防空飞弹最主要是预防飞弹 会打击我们的领土 这才是防空飞弹的争议 对 所以包括爱国者飞弹 它的有效 事实上呢 捍卫的是20到40公里的低空 上面去了以后呢 是40到780公里的 这个等于说 比较高一点的是我们天宫飞弹 天宫山飞弹的这个 等于说捍卫的领域 是 萨德系统才是100公里的 对 所以呢 事实上台湾没有萨德系统 萨德系统是在南韩跟美国有啊 台湾没有萨德系统 我们防卫的是 这个距离里面的 这个距离以外的东西 我讲白了 它不会直接 咻到天上 就这样打下来了 讲白了 就对我们没有危害就对了 所以我们不上党 国防部不上党是对的 因为老共就是要你嘎嘎嘎嘎嘎嘎嘎 每个所有的人最好 桃园尼北全部的手机都叫 飞弹飞临台北上空 就让大家紧张恐慌是不是 他要的就是恐慌 各位请问 他有达到他的目的吗 没有啊 今年台股大涨333点 我们买的股票全部都涨 很简单 所以就告诉你 就告诉你 台湾人没有给你动作一回数 台湾人不是好 好去 对 这次共军所发射了几型东风飞弹 我们看到包括 他们宣称的有17型 有11跟16还有15B等 这四款的这个东风飞弹 如果对比96年的时候的台海危机 要请到张英军 到底他们的飞弹 是不是已经进步到一个 什么样程度 特别是他们是不是用 自己的北斗卫星 那你可以看出 就是说精准都到怎么样 因为现在精准都好像也是 他们自己讲 他们说都精准命中 这一次的话 这算是有截然不同 算是打的是哑巴弹 这次打的是实弹 他这次打的是 另外一个他这次打的是实弹 按照他说法 东风11 东风15B 也包括东风16 还包括高超音速的东风17 最新的 那他这个事情 你看他为什么选择事情 我通通他都来验证 因为这是中短层的弹道飞弹 我通通来验证 可能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抽弹 还是拿最新弹 还是拿老批号的弹来推号 有这种状况 那这个状况 我们可以看到 他为什么按照这事情 通通都验证 通通可以做眼尘火力打击的武器 他是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掌握出来了 我们比日本掌握得清楚 因为包含北韩在打火星飞弹 跟光明星飞弹 我们的这个乐山的 普鲁达雷达已经抓到了 我们的我们乐山 抓到韩国 抓到北韩去 对 你这个在福建沿海 还有浙江南部 更近 他这个掌握 以距离呈反比 你越近掌握越清楚 越远掌握越不清楚 对 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掌握比日本还清楚 因为我们 日本掌握的是远目标 我们掌握的是当面的近目标 因为我们更靠近嘛 更靠近 所以日本掌握九枚 那是对的 我们掌握十一枚 我们比它更精确 多了三枚 非常的清楚 那是不是连它发射的地点也都知道 都知道 你一出来的时候 第一个热源 尤其是卫星感应 因为卫星有红外线的探测 你那个一热一出来抓到了 雷达还没抓到热先抓到 很清楚的 为什么核爆会被抓到 因为热感应 所以红外线先抓到 那它这样发射的地点 经纬度马上就 所以它从它一发射 包括它什么弹道啊 轨迹等等 是不是也都知道 通通清清楚楚 通通知到 它的高度 还有经过它的飞行的速度 算出了它的落弹的时间 通通被国防部所掌握 然后十二秒钟之后通过 因为它速度非常快 它通过台湾大概十二秒 到十八秒 那你说那个计算的时间 也都是用电脑 电脑快速就知道了 这个时候是我们台湾的晶片 已经发挥功用了 它换算一秒钟几百万次 算得清清楚楚 落弹的地方 怎么抛物线都算得清清楚 可能通过台湾是 大概是120公里 在内太空 那经过卡门线就是太空了 卡门线是100公里了嘛 你经过80公里 人就会急步失重了 那东西开始飘起来 已经到了 快接近卡门线 人已经飘浮了 是这个状况 这些东风飞弹 中共是用他们自己的 北斗卫星吗 那现在也可以了解到 他们可以掌握得更精确吗 我认为中共用的是 它北斗卫星 它建制完成 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用到 西方国家的卫星 当然有俄罗斯的 有这CORNA的 有欧洲系统 有美国系统的GPS都有 但是它自己的话会最牢靠 它会来印证它自己 因为别人它会调整 万一一一的话 所以这个他们的能力 是有大幅提升的 已经有大幅提升 有这个能量 因为它都已经有空间占 在这一方面 我们料理重宽业 这方面是有具备的 那这个变成日本 后来在网站出来 这个节族先登 日本就出来了 第一枚到第九枚 各落什么地方 其中有五枚到 它的经济海域 经济海域就是200海里 你换成的工资是370公里 那这个框框 就是在它的经济海域 这非常的清楚 经济海域就在这边 所以他说 所以一完毕之后 中共说这个演习完毕 开放空域 就是开放这一个 因为这个地方国际航路 第二个 这个地方距离引浪火岛近 就在日本旁边 距离我们花莲反而比较远 他讲的是这个区块 所以最近这几个 其他这五个区块 包括昨天升阵的那个区块 我认为还在 还有这个演习区域 所以今天到现在为止 所有国际的航班 并没有经过这些上面 上面还是进空的 所以大家都还知道 他可能只针对这个区块 因为这个区块 是它的经济海域的地区 那我们刚刚说的精准度 共军他们自己也派出无人机 他们是派无人机 应该也是想要自己验证就对了 他现在无人机 因为这部分也是被 这个日本方面掌握 掌握 日本掌握很清楚 因为无人机 它流空时间久 它很多的群子 还有海面上的观测 它可以掌握的一清二楚 因为它不像 这些战机或者战风机 还有空中加油 你看日本这个所掌握的 它无人机过来 也几乎整个在台湾的东部的海岸 你看它这个是洞洞舞的 红色洞洞舞 因为它可以长时间走 你看它非常的清楚 一直到 一直到俄兰比 到恒春半岛 巴士海峡 另外它派了 这一个TB洞洞洞 001的 这个也是一样 穿越宫古海峡 到了花东 它在花年台东 你看它真的就是这个演技区 非常的清楚 另外还派了另外一型无人机 到现在为止没办法判明的 在台湾的东北部海域 就是鹏家雨跟基隆外海那边 也在那边做盘旋 它这样子刚好 对这个地方 整个海上做征收 因为这个都是大型无人机 流空时间久 飞行高度高 征收距离远 它是这个样子 你看它拍摄的无人机 有南边的 有花东的 有北部的 你看它都有做 它都有做这方面策划 然后我们可以针对它的策划 还有它派的机型 它所带的情间针的装备是哪些 我们知道它收集哪些 虽然说他们昨天宣布演习已经结束 但是好像今天还有22架次的战机飞越台海中线 对 所以看起来它还是动作不断 它整个都挪移了 它的直辨 它西南空域不去了 它把西南空域扰 它这些兵里通通放到海峡中线 它现在目标是在海峡中线 都到海峡中线 是想要是跟美国叫板 美军叫板 它先进入我们的训练空域 进入空域之后 下一步它进入我们的领空 它是这样子来的 逐步的亲门踏户 所以现在我们的空军还有海军上面的戒备都很高度 因为它已经抵近了 它抵近演习抵近活动 当然我们要相对的应变 不然它会得寸进尺 所以在这一方面这几天 包含海军包含空军 海军的整个船舰都几乎都出去 少部分在港内待命 怎么都出去 因为还有中共的万顿七如镜动五五行的大驱都过来了 在华联还有在西部都在这边动 那这个它的战机越过中线22架次 太多了 它在这边 在台湾它是高度施压 我认为中共现在走的是霸凌主义 它已经改了 以前它是交流主义 现在就走霸凌主义 霸凌主义它走三霸军事霸凌 现在不是在军事霸凌 正在霸凌 第二个经济霸凌 它的这个自家凤梨这些食品都不要了 它不是经济霸凌 第三个政治霸凌 它可能也会对外交动手 我认为它这个三霸 它走这个霸凌路线 我们要注意到它的发展 还有一个我们怎么去破底 从军事上面 它打这个16枚导弹 或者说我们所抓到的11枚导弹 都有办法破离 把这个参数通通收集起来 是哪些最组的阵地 飞行时间是多少 它多高度是重返大气层 这时候最容易做击杀 所以它发射这些 我们都是可以收集到参数 你的海基雷达 陆基雷达 最重要的 我们在乐山的长城 铺路爪雷达 铺路爪达抓得最清楚 所以它一发射 其实也是破路自己的军事机密 铺路爪雷达连光明星跟火星飞弹都抓得住 它那么近怎么抓不住 东东抓得住 包含我判断 东风时期都抓得住 你只是看怎么样去治它 怎么样反制又来回事情 我认为这些都可以留待 下一次如果共军再有动作 都可以作为参考 马上破招 我们见招拆招 国军掌握了共军 发射11枚东风飞弹 正好这11枚东风飞弹 是共军精锐进出呢 还是只是要做样子 其实目的是有什么样的要做宣传的吗 我觉得应该当然是做样子为主 对不对 坦白讲 如果真的是要攻击台湾的话 就直接落本岛 所以我觉得状况 当然在这一次我们演习 中国说要三天 后来变两个小时 其实坦白讲 就是在做所谓大外宣 时间差不多就结束了 可是问题是 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 是大家讲的枚数都不一样 中国说16枚 台湾讲11枚 日本讲9枚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因为大家一般来说 我们只会算在我们自己 领海或领空的飞弹 你都会说 就是说日本算9枚 台湾算11枚 应该是有几枚是交错的 它有在属于台湾 然后又属于日本经济海运 然后互相重叠的 所以才会多算 那实际数量应该是中国 所谓的16枚 它设16枚 日本是算说有5枚落在他们那边 4枚是落在台湾这边 对 所以说中国有16枚 可能是比较靠近他们的 所以说这个算法 大概不一而出 可是我觉得有趣的事情 是第一件事情 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说 真的没有想过会掉到日本这边 他一定是射歪嘛 你没有射歪怎么 第一件事情 我们打仗 最机会就是多线开战 你今天如果是要对着台湾的话 你就对着台湾 你射到日本这边 没事就把日本拉来跟台湾嘛 我就问五枚射到日本这边 日本国内是不是更可以论证 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 因为会射歪嘛 对不对 这件事情其实很清楚的 第二件事情 对于中国来说 一旦射到日本这边 日本整个警戒起来 押起来 对 那原本呢 你看哦 雷格拉航母已经在帮我们东南方去防守了 我们东北方现在没有人说要帮我们防守了 日本押起来 这边日本自己就进来防守了 对于中国来说 那是不是一个天然的第一岛队就成熟 那照理知道吗 如果他是射歪了 所以赶快收 民津收兵 有可能 可能惹到日本 后面还有美国 当然有可能 因为日本你要搞清楚 日本是智慧队宪法 日本智慧队宪法 启动条件说 我受到伤害我就打你 对 你要搞清楚 而且日本现在是全亚洲最想跟中国打仗的国家 他比台湾还想跟中国打仗 所以你懂为什么 所以我对民津收兵很有可能就是日本这一部分 因为打到 而且日本反应很大嘛 对不对 强烈抗议 而且他背后还有包含安倍的因素嘛 整个日本是沉浸在一种 就是对于中国是非常仇恨的情绪 在这样状况 这样你飞带还打过去 你当然会想说 哇 我赶快收 否则的话 不然会惹大麻烦 惹到大麻烦 这是一块 另外一块对于中国来说 他昨天确实很希望通过这个事实 把面子都讨回来 可是实际上有感觉到讨回来的感觉吗 我问了好多的 我早上开直播 问了说有台湾的网友说 我的粉丝说 你们觉得紧张吗 没有 似乎都是觉得还好 所以我觉得中国在处理这一次的 这个演习的过程 跟他原本设想的完全不一样 他原本以为什么 我把这个12345围了一圈 我们台湾会大乱 开始有去指责 为什么裴洛西要来 然后骂裴洛西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我们以后就不要再去惹中国 台湾的明星跟96年已经不一样 结果完全不一样 这个明星来自于好多种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96年的时候 这个飞弹打怪 我们是侦测不到 也没有能力拦截的 现在我们的铺路爪雷达 我不会言说 刚建制完成的时候 我们比日本早三分钟 还发现北韩的雷达打怪 我们第一个看得到 第二个拦得到 我们有天空系列的飞弹 天空一 天空二 天空三 我们爱国者二 爱国者三 然后我们神盾上面有标二型的飞弹 我们不只看得到 我们还拦得到 第二件事情 我们台湾人变强韧了 我们没有再像以前一样 好像中国的文攻武嚇 我们就靠过去 因为我们发现这个国家是不可信赖的 你越靠过去他们就越吃定你 我们现在很坚定的站在世界自由民主一边 第三件事情我坦白讲西方世界包含美国对台湾支持 跟以前不一样 对不对 现在整个雷告直接发新闻稿 新闻稿讲白台湾我造的 他说我的防御范围内包含台湾东南沿海 讲白了台湾我造的 这时空环境跟过去完全不同了 那再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巡水田马上就来 什么叫巡水田 因为你看白宫 美国将继续通过海空路线穿越台湾海峡 什么意思呢 他说法很简单 老共这次演习 你看这个一 他故意在台湾海峡东边对不对 对这个是越过中线 对他要把台湾海峡模糊化 所以说就故意越过中线 可是问题是哦 你要越过中线 不是台湾人答不答应 我们台湾人当然不答应 我们中华民国空虚海区一定不答应 老北也不答应嘛 美国不答应 我昨天就说马上过来巡水田 什么叫巡水田 飞机侦察机马上开始从台湾海峡中间飞过去 孙餐醉 重化 还有呢 神盾级的舰 一定开始从台湾海峡过去 而且我跟你讲这次一定会更过分 什么叫更过分 他不只美军的军舰从台湾海峡开过去 他应该还会绕朗 包含澳洲的军舰也会过来巡过去 加拿大军舰也会巡过去 不是没有潜力哦 这国际军团哎 还记得吗 去年加拿大的这个这个海军 就从台湾海峡中线过去 过去就算还在台湾海峡中间 BBQ 跳水开派对 有没有 然后说这是自由开放的印太空间 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 就说你老共虽然想要把这个这个中线把它弄掉 很简单啊 我们西方世界会来挺台湾嘛 会再来画一条中线嘛 所以这种你来我往我认为真的是会 越来越精彩 但是越来越紧张 但大家不要担心 因为西方世界 还有我们台湾 还有中华民国军队 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真正的麻烦制造者 真正的军事威胁是来自中国 不是台湾也不是陪洛西 但我们有关注到这一次共军的这个演习 到底他们的军事实力发展到什么样一个程度 那靳平兄怎么样看 观察这个东风飞弹 还有他们这次还有发射火箭弹 怎么样观察他们的这个武器 发展到什么样一个程度 这次他们发射的火箭弹是卫视系统 卫视系统一般在他们的这个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演常出现 那卫视系统其实有点类似我们的这个 不管是雷霆2000 或者是我们之前 我们接下来要买的这个海马士火箭的 这个他的一个火箭炮的这个系统 其实有点类似 那他主要的特点就是形成一种弹幕 大量的这个火箭弹的发射 然后在战场前沿 比如说30到50公里推进的时候 对敌人的这个目标或阵地 他进行大量的这个火箭弹的这个炮轰 然后大面积的造成 比如说5平方公里至20平方公里的 一个大面积的一个破坏 跟这个摧毁 用弹幕形成一种火力的压制跟威责 那种这个火箭弹的发射的这个间距 都是几秒钟跟几秒钟这样的 然后一分钟之内要发射多少 发射多少 所以昨天其实看到那个画面 还有包括这个 不管在对岸中国的老百姓 他在那个福建平摊桃 这个旁边的那个阳光沙滩比基尼的 这个画面当中 我是用那个来形容了 因为游客如智啊 你看就这个画面 对 才旁边都没没有清空也没疏散 其实是非常 旁边都是民众 非常危险的事情 万一有一枚吹吹的话 那个沙滩旁边的民众都是很危险的 对 他就在旁边近距离这样拍拍拍 然后那个从那个飞行轨机 那个火箭弹就是很明显的就是火箭弹 他不是一般的常规导弹 常规导弹我们一般简称常导射击 就是今天刚刚以上那个张延廷富士林跟瑞德哥和这个菲律委员所提到的东风11东风15B跟东风16或东风17这种四型的东风系列的导弹 当然东风系列导弹 历经二三十年前我们的九六年九九五九六的台海飞弹危机之后 他们新出来的多半都是在2006年之后的量产的新型 比如说东风15B他是2002到2006年陆陆续去淘汰前身他的一些因为有精准度的问题 他的误差范围是15到25米20米之间 那不管误差范围是15 20还是10米或者是30米其实相对二三十年前他的精准度势必有提升 然后东风17是他这几年才开始量产的这个极因素 高超音速的这个飞弹 虽然速度没有像这个之前俄罗斯工党乌克兰的匕首这样超音速的这个飞弹那么精准还有那么快速 但是他的这个他的速度飞行速度也超过了一般我们在形容超过五马赫的话就是高超音速的飞弹 他这个大概介于六七马赫之间还不到八马赫 那所以算是也是非常快 可是我不知道他是讲打几音速飞弹的话是落在哪一区 比如说第四区还是第五区 那不管怎么样这次根据我们国防部公布的讯息是北部北部的外海跟东部的外海跟南部的外海其实都有都有这个他落弹的这个区域 那这一次这四型的这个飞弹东风17东风16东风15B跟东风11他所在演习给我们国人新的启示跟国军新的启示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演习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好的演习也是个演习也是个演习因为以后真的发生战事就是这样打他用这样的封锁方式国人要有信心我们台湾民众 绝对有抗敌的这个信心和意志对我们就是这样子他可能就是这样搞我们你想你就设想一下以后他不只轰到外海他可能轰我们的陆地那轰外海 先发射飞弹嘛对不对 那发射飞弹打三四五区这三四五从北到东到南为什么要三四五区这样子建构是这三四五区其实就是一种adad就是我们在讲反巨子作战就是 中国他阻止这个美国还有日本这些援军来帮我们一起这个抗敌的时候他势必要把这些航空母舰啊日本的初云号轻航母他们战斗机机跟舰战机跟战舰 阻止在东太平洋以外那北部就是要阻止日本那边还有日本驻日美军那东部就是美军的航空母舰的这个舰队那南部呢当然也是要阻止从南海或菲律宾海那边关岛上来的这些美军就是要故意所以他在打四五区还有这个三四区的三四区 三四五这三个区的时候其实打给美国跟日本看那对我们来说我真的觉得千万不要松懈因为他用这种方式对付老美对付日本我们就要想像以后怎么破敌之道你就想像以后三四五区那边假设是有一些军舰出没那就是要辞员我们台湾的这个位置那老共想要建立一股这个海上的这个长城然后让老美的军舰跟航空母舰不敢靠近我相信美军也会有一些阴影的做法因为美军现在除了收集参数之外 他也在看老共你是怎么打我也正好看看你怎么做然后你要想要怎么反句子就是阻止美军来帮台湾或者阻止日军日本的这个军方他的这个日本的这个防卫省还来帮台湾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演练 未来我们的汉光演习兵推我们的国际政军的兵推应该都要把这一次老共打法纳入这个演练范围当中当然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有这样做的知己之比很重要嘛当然啦因为他有出手了我们就知道因为我就知道他想要怎么作战他想要怎么怎么对付美军跟这个因为想要怎么对付美国跟日本不要当做好像我们台湾没事我们是一体的日本的这个前首相安倍晋三都可以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同样的日本美国有事当然就是我们有事啊 我们怎么可以坐以待毙看着好朋友这样子被这个中国他想要对付的时候我们袖手旁观要不然人家怎么帮你呢对共军除了昨天发射东风飞弹之外其实在今天都还有军机跟军舰穿越台海哦杰明哥怎么看这样最近情况包括我方是如何的来因应呢有听说雄风飞弹系统已经打开了这代表什么呢好我应该这么说其实他们这个所谓飞弹的设法那昨天主要是以陆机型为主那当然他们有从舰艇发射 你可能是对空发射还有所有的巡异飞弹都还没有进行所以昨天在两个小时之内打的应该都是以陆机为主所以我们观察这陆机的飞弹到底他的这个所谓弹道的走势其实都会被我们列为是未来他可能行进的一种方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因为中共他们说他们有发东风17啦那我们知道东风17是极因素的飞弹一般来说他号称就是你防御者基本上算不出他的速度跟轨道可是如果今天他有发射东风17 而我们的数据显示我们有抓到他东风17的轨道的话这件事也代表的是某种程度他泄露一个机密因为我们知道当时他们在说东风17的时候就是针对就是如果有所谓的这个敌舰然后接近台湾的时候呢他可以用东风17呢拒止那他也号称一件事因为他速度很快因此呢你根本看不到但是如果今天中国说他有东风17而我们真的抓到11枚飞弹的话那表示这东风17已经被我们抓到这件事是可喜可贺非常了不起 等于自己泄底就对了 你等于泄底了所以他自己又夸张说他总共是16枚有5枚没有发现到但是他没有办法证明到底有没有到5枚所以这个是他们的问题如果他真的是如台湾所抓到11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那因为这次密密码给大家报告一件事情他的策略很单纯三种方式第一种当然就是针对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就是日本对台湾的这个帮忙所以他在这个纳谷岛的西北方呢射的大概是四枚的炮弹 灰飞弹那另外一个部分 在冲城县的坡照尖岛呢这边设了另外五枚的飞弹那这五枚飞弹呢据了解他设的这个飞弹很可能是所谓的东风16那为什么要设东风16呢因为当时他设计的东风16飞弹因为他可以设最远是到1500公里嘛那最1200公里到1500公里所以从浙江来设出那回头来说一句话因为当时他设定东风16呢就称之为叫做冲绳快递所以他们会测试一下因为冲绳快递目的就是要阻止这个 日本来协助台湾嘛所以他们所设的飞弹这地方很明显的事情是针对日本的一个这个就是来这个就是我们说反介入所以日本方当然就说一句话他们也观察到有三个所谓制空型的无人机来观察这边的海域所以他们确实有在关心到底飞弹的状况是如何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打到我们东南方呢因为距离是700公里所以有人说他是不是这个东风17或者东风16因为是比较远距离的但我们不知道回头一件事啊这个东风15 15B打这是很可笑我觉得他是在复仇啊因为事实上当时在1990年打的雅旦呢据了解就是东风15B那东风15B跟东风11刚才瑞德银说其实他已经是要准备被淘汰了被东风16给取弹所以某种程度是不是七敌就是说他们被妙把最精锐的飞弹因为后面还有好几种型先来把这东风11跟东风15打掉因为他现在手上还握有将近900的这个颗的飞弹而这飞弹的基本上已经是落伍了意思说他的飞空到他倒地呢 很容易会被我们就到地面很容易被我们的所有防空型的飞弹给阻绝所以打这两个我认为没有太大意义啊基本上就是让他知道打飞弹所以我们比较在乎的事情还是在这个东风16跟东风17到底他状况是如何所以回头一件事情我是很高兴啊就是台湾全都知道这个讯息那比较关心的事情是哦因为他正在平台附近呢有做所谓的就是火箭嘛那火箭部分刚刚有谈到可能是这个火箭弹可能是未试形但是呢也会观察 他到底是打的是他们最新的PH191因为事实上呢威士型比较老旧型的这个我们说火箭弹而PH191呢是最近他们几次军演的时候呢特别强到因为他距离是500公里基本上如果从沿岸打的话是可以把台湾所涵盖住的所以我们要很好奇的事情是他这次打的这个所火箭弹是属于PH191呢还是属于威士型这个可能政府愿意愿意就让我们知道这样的讯息但是他当然因为这个距离不是很远他如果这边打大概差不多就是就是80公里 所以如果也有可能会是他们最基础的威士型1号因为威士型1号就是80公里但威士型到3号的时候可以打到480公里也是说这边布局的话呢事实上可以打到我们说整个沿岸的部分那所以就为什么现在美国也要加强我们做反射就是我们要打400公里以上的这火箭弹或者300公里以上的这火箭弹其实是针对威士型甚至将来可能要研发出到500公里要针对他PH191所以火箭弹其实对沿岸的这个杀伤力呢是比较有这个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那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个反火箭火箭的这个雷达也是很强嘛所以如果那我们就讲威士型它基本上以前是4乘4比较小型的现在已经发展到8乘8就是8个轮胎那也就是说比较大型的那最了解呢PH191呢也发展到这样10乘10的这个载弹所以也就是说呢它是移动性很高可是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抓到位置引于反击的话确实可以津密它沿岸附近的这些所谓的这种火箭弹这是我们实际非常需要关系的 一个角度那为什么中国这次为什么日本这次特别在意呢其实我这样讲中国犯了一个致命上的致命的一个战略上的问题因为它可以去测试我们台湾附近的这个涉及但已经涉及到这个日本的经济区他打到日本的那个外离岛去了现在日本的这个他们的这个防卫省可能已经开始在计算这些火弹的这些这些飞弹的一个状况而且呢事实上可能将来会有更多立法如何来帮助台湾的面对这样的一个一个 所谓的这个飞弹的一个攻击因为这是挑战日本国境这是挑战日本在冲绳跟与纳国岛的这个战斗力威胁日本的安全这是挑战日本跟这个美国的军事力量所以你知道所以昨天其实日本也不客气了立刻就是跟这个美国的飞机呢直接F15直接凌空因为你飞弹打到日本他们的动作更激烈据了解说你有超过10架以上F15起飞来观察这个事情所以我估计日本在后面 会对中国更严重的一个抗议打到日本这件事我不认为中国是聪明的 昨天共军包围式的军事演习最让外界傻眼的就是原本说三天后来变三小时然后呢共军就开始全面的宣传那演变到晚上呢就是共军发射了几枚飞弹我方掌握多少但引发热议的就是日本防卫省公布的轨迹图因为有中国的四枚飞弹是穿越台湾这个三个方向北中南然后呢国内就炒成一团 为什么国防部没有警报没有公布没有击落 这个国防部相对于这个日方所公布的比较保守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日本人做事情跟台湾人做事情是截然不同的 日本人做事情就是有板有眼中规中矩 所以是怎样就怎样他没有想到那么多因为为什么 因为日本没有一个外在的国家随时随地想要消灭他 台湾的处境跟日本不一样 那台湾国防部昨天的公布的方式呢我觉得是对的 但是经过昨天的事情以后呢我赞成像张将军讲的 应该建立一个规范让国人知道不要恐慌 昨天如果大家的手机全部想叭叭叭 中共四颗飞弹经过台北上空大家惊得不死 我相信昨天的七夕绝对没有那么浪漫 你知道吗大家会不会吓死 就算你看不到飞弹你找到八天飞弹在哪里飞弹在哪里 但是你的心里面就会害怕为什么 因为你接到了相关的一个讯息嘛不管上面怎么跟你写 你就会害怕飞弹经过台北上空 因为大家对这个所谓的领空跟所谓的外太空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对那经过昨天的事情了以后呢 那我觉得可以适度的说明让大家更清楚 今天当然啊在有些人针对这个东西在那边 为什么不拦截 我刚刚已经解释过了为什么不拦截了嘛 能不能把它拦截也不是不可能把它拦截的 台湾如果买了所谓标3跟标6飞弹的话 是有可能把它拦截的可问题是你去拦截那么高的东西 飞弹不会打下来的东西干什么 重点在这个地方啊 那一枚标3飞弹啊很棒可以在外太空拦截 可以4一枚等于4枚爱国者三型的飞弹的价格啊 那你有没有必要花这个钱 那包括如果他没有造成危害 那干嘛去拦截他 比较特殊的其实其他的飞弹都没什么 因为东风16就在取代东风15 更不要讲那个东风11了 那么其中比较这个先进的是东风17 为什么东风17你忘了之前还把它打马赛克 你要嘛你就把它公布 为什么要打马赛克嘛 因为对中共来讲那是比较先进的飞弹啊 那么东风17是不是就极音速极高速就不能拦截呢 告诉各位马上美国的标6飞弹就要进行试射 专打东风17你知道吗 他就要专门拦截东风17了 因为你极音速极高速嘛 那标6是直接在这个海平面这样 咻这样过去的嘛 那所以呢事实上大家已经解释 我已经解释很清楚 我觉得很纳闷 如果过了台北 如果过了台北的上空 为什么昨天国防部没公布 为什么大家好像都没有感觉这样子 那么事实上中共如果要警告你的话 中共是叫做什么 叫做冷头筋骨 得寸进食 他警戒而来不会只有在西南角这边绕绕绕 他现在已经可以越过中线 你看这连续四天 今天又越过中线了 今天包括飞机跟军舰都越过中线 一条纲的嘛 所以今天有七架的美国各式的侦察机 跟这个六架的这个空中加油机 也出现台湾的东部的海面嘛 所以美国跟中国 他们美国也在收政有关于中国的部分 中国从昨天到今天 三架大型的无人机都在东部那边晃来晃去嘛 所以呢事实上中国一定会把那个压力 集中过来 他就不承认这个所谓的海峡中线了 然后紧接而来呢 那么他也这个 他的飞机跟军舰 这是我们以后要注意的 因为他会 不承认以后 他会不断的得寸进食 今天静一下静一下 他昨天过来 昨天22架过来 过来以下又有个孟志勤又回去 他越过海峡中线又回去 但是他越来越推进 越推进越推进 然后四射就会从海峡中线越往里面推 推到快接近我们 他为什么故意画距离小琉球只有9.8公里 因为很简单 他不承认你台湾是一个国家 所以你就没有12海里的领海跟领空 你知道吗 他是故意的 那我们刚刚已经解释了半天了 为什么 因为我不可能就管他外太空了 我讲坦白了 如果他今天真的是台湾的上空 国防部昨天没公布 今天国防部就该下台 很简单嘛 你没有把这么紧急的东西 等于说这么重要的事情 资讯告诉大家嘛 不过从这个地方也告诉大家 就是说 那么从昨天到今天 台湾人没有想象中那么慌张 只有一小撮人不断地在唱衰 一小撮人不断地要制造 这个相关的恐慌 你知道吗 甚至于把一些 今天最新的发展是 连培洛西相关来台湾访问 都有人用假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相关的这个 比如说表格这里面的钱 说是用花钱去弄的嘛 对 证实是假的 你知道吗 所以以后不要随便 人家传给你什么东西 看了以后 哇 间列先行 你看这是花钱买的 所以花钱怎么样 没有这回事 全部都是假的 那么我们要注意 为什么呢 因为老共不会到昨天为止 昨天为什么 三个小时 从发射第一枚到三个小时后 突然间东部战区出来讲说 我们已经精准达到目的 然后我们的飞弹已经打中了 我们要的一个目标去 所以演习结束 不是因为台湾 是因为日本跟国际社会的反弹 你知道吗 连欧盟里面的德国 法国这些国家都反弹它了 是 所以他发现 哎呦 但是打掉了 你问我说 他飞弹事件又不准 所以打到这个日本的 那个经济海域吗 不 今天日本都用 日本媒体都用 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用昨天的飞弹 四枚掉到日本的领海里面 我跟你讲 日本的这个经济海域里面 他是故意的 对 那不是说意外掉 他本来就瞄准那里 为什么呢 他一时两了 中共的鹰派一直认为 琉球不是只有钓鱼台 他们叫钓鱼岛 不是只有钓鱼台而已 琉球 云纳国岛 这些全部都是中国的 所以他事实上打台湾 不是只有打台湾 他会把上面这些岛全部拿下来 所以事实上为什么 日本会那么紧张 也恭喜了 因为你们这样 欺负台湾人 欺负日本人 终于让台湾跟日本即将进入 所谓的2000俱乐部 什么意思 台湾跟日本即将迈入 发展2000公里射程的各式飞弹 来 正好 到底怎么回事 一张轨迹图 竟然让我们的民众 不管是网路上 或是部分媒体 竟然吵成一团 因为面对飞弹会有很多种因应的方式 有包含拦截防空警报 简讯或新闻发布 我一个个讲哪些必要 哪些不必要 第一个拦截 拦截根本不必要 我今天很不客气的讲 因为它是一个抛物线 你看这抛物线的时候 在抛物线的最高点的 像以这一次为例 大概在250公里到300公里 都有可能 换句话 他已经不是卡门线100公里 他已经出大气层100公里以外了 那不是说 有的人说 因为这大气层100公里以外 叫做这个外太空 那在法令上呢 就不叫领空 所以我们就没有拦截表 不是 这是法律的解释 我讲是就战争上解释 是因为一个飞弹 一定是个抛物线 他如果抛物线 在200公里的时候 我们台湾在这边 他不可能直坠下来 他一定是超过台湾 那如果这东西是超过台湾的话 本来就没有拦截必要 第二件事情 就防空飞弹设计 爱国者三行跟攻三 天攻飞弹三的真诚心 大概涉高都70公里 为什么算在70公里 原因是 如果今天台湾在这边 他们要打台湾的时候 他们掉下来的时候 70公里开始去拦截 这才正确 如果到台湾的时候 还在这个头顶100公里以外 表示他一定是飞越台湾 而过没有拦截的必要 就像我们以前打躲避球一样 如果躲避球 人家开你的时候 跟传球是不一样 传球如果球在你头顶 你根本不用躲 他会到你后面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拦截 是完全没有必要 第一个空袭警报要不要发 很多人说 怎么没有发空袭警报 是不是失职 就不会空袭 就不用发警报 你懂为什么 就没有危害嘛 没有空袭的可能 空袭是叫大家去躲避了 躲防空洞了 人家就最简单的嘛 比如老共的卫星每天都在台湾头上飞来飞去 要不要发警报 不用嘛 因为那是外太空嘛 他不会掉到台湾嘛 对不对 所以就没有空袭 就没有发布空袭警报的意义 那有人说可不可以简讯国家级的简讯 我们都没有海啸有简讯 台风有简讯 地震有简讯 我可以接受 简讯这部分的程度会说 比如说我们今天录影录到一半 后来就要简讯 老共飞弹在头上 压力很大 大家可能会一团乱 可是有人也会吓到啊 我觉得有人会看错都有可能啊 可是现在变成是最后一块 就是这个新闻发布 我觉得怎么样比较好 因为这个图 倒也不是解放军发布的 这是日方的 日本自卫队发布的 所以更好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如果昨天 是跟日本自卫队同步发布这张图 一起通过在事后 一起通过新闻 发布这张图 因为日本自卫队在台湾是有联络官的 所以如果我们一起发布这个新闻的话 好的方式是什么 一这国军正比我有掌握嘛 对不对 第二件正比什么 台日军事合作无上限嘛 那种飞弹的联防无上限嘛 所以我觉得其实 那是不是可以看出 可能国防部在发布这个讯息的时候 相对保守 略保守略保守 坦白说略保守 还是说怕中共知道说 我们掌握他多少 要嘛就瞧掉 就是大家都不要公布 因为老共一开始也没有公布哦 老共一开始是说 这个圆满试射完成 他也没有公布哦 他也怕吃鸡到台湾 他自己什么都没有 他只说圆满完成 后来是日本公布 老共才说也有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你要把大家都瞧好吗 我们台湾不要讲中国 我觉得这次我们台湾 跟中国是有默契的哦 就是我们不要让他丢脸 他也不要让我们丢脸 因为他一开始就说 圆满结束 在台湾海峡以东发射飞弹 对不对 他没有讲台湾以东哦 大家仔细去看他用词哦 日本是不是有点想打脸中国呢 我觉得日本生气了 本职是什么 本职中国非常设外 你看那五六七八九 这几枚 不小心射到日本经济海域 对这非常接近于纳国了 下面右下角那个五到九 这个射到那个黄色线里面 射到日本里面 所以射到日本里面 日本要公布 那中国可能也很傲能 还想说我们一个精准度蛮好 怎么射进去 因为你看上面一二三四七 刚好贴着这个蓝色线哦 日本没有越过去 所以日本就不会去触碰 你射进去日本会公布吗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就是台日之间 我觉得可以在国防体系下多沟通 或许未来就会有那种 台日区域联防未透出 那三天变成三小时到底什么原因 但秋夕朗 真的秋夕朗 对 我跟你讲真的是秋夕朗 我觉得我第一件事情 如果他原本设计就是三个小时的话 他就不用公布三天 对啊 你懂我意思吗 是啊 他如果公布三天 然后忽然变成三个小时 一定被笑 所以换句话说一定有不可 背后原因到底是什么 不可抗议的因素吗 我认为很有可能就这样 国际压力吗 第一件事听老公的话 反过来听就对 因为你看到什么 航母编队首次威射性眼亮 台岛东部首次射把逼退雷根号 然后他里面很大言不惨 雷根号因为我们这次后退几百公里 我跟你讲一定不是 因为昨天下午大家还记得吗 航母雷根号的第七舰队所属 特别发个新闻稿说 雷根号正在菲律宾海去做巡逸 巡逸的范围的五百多海里 这个海里的包含台湾的东南部 所以换句话说 昨天雷根号的想法很简单 这边是我造的 你如果敢打的话 我雷根号就反击 因为雷根号状况是这样 我今天雷根号比如说 一个航空母舰出去 外面三百公里或五百公里 三百或五百公里 就是我的等于是我雷根号航母的领空 一敢打箭 我一定反击把他打回去 那如果雷根号开到台湾东部 把整个台湾都吃下来的话 请问你怎么射 干脆算了吧 那是雷根号的防守范围就对了 把整个台湾都吃下来 不知道你怎么射 所以我认为是有不可抗力的因素 然后让这个老共人 没有办法弃眼不下去 这是一个财策 因为这极不寻常 因为这个恐怕是让习近平丢大脸 当然是丢脸 你讲三天搞三个小时 这当然是丢脸 第二点是有可能是什么 因为那时候他们一次射飞弹 我们的乐山雷达在抓他们飞弹参数 美国的眼镜蛇球 也从冲绳起飞来抓参数 他们有可能是越射发现说 越射我参数越多 然后也没有威和到台湾人 你看台湾人该干嘛干嘛 也没有真的紧张 生活如常 然后你的东西也都被 台湾标的干脆不打 越打下去 面子拿到很理直 一直丧失 所以我觉得都有可能 一个是被雷根号威慑 一个是可能觉得说 再打下去的 飞弹参数都曝光了 看谁比较好 昨天共军演习原本说三天 突然变三小时 就明金收兵 曹操了事 到底原因是什么 但是我们了解 其实在演习 进行了一个小时之后 他们就说 演习已经达到效果了 美美姐 所以她是宣传 重于她的演习本身吗 没有错 其实这一次 你看她的演习 一方面她对内 要对她的鹰派 对她的民族主义 要有所交代 所以她的动作 要做得很大 否则他们已经群情炸锅了 大家已经说 没想到裴洛西会来 说我为了82岁的老奶奶 居然整夜不睡 就搞了半天 你放马后炮 就讲得很难听 所以她动作要大 可是另外一方面 她非常明显 她针对什么 针对台湾 尤其是年底的选举 我为什么这样讲 要跟各位报告 如果这个真的是作战的话 老共不是先这样干的 她会先怎么做呢 她会在你台湾内部 先制造纷乱 比如说用网路攻击 比如说呢 有制造她的俄语部队 她的在地协力者 统派的媒体 一些第五纵队搞渗透 甚至于弄一些动乱 政治上面暗杀政要 那或者说破坏公路桥梁 骇客入侵 各种的基础建设基础设施 那让你整个民心混乱之后 这个时候你已经内乱了 他要来收拾你就容易了 这个时候再来干什么 封锁 导弹发射 然后再两栖部队 特战部队登陆夺岛 但是仲将你有没有看 这次他刚好倒过来 他先干嘛 他先说我要演习 把你六个区域 然后再局部封锁 然后发射飞弹 好 这个时候他再给谁 给国内的一些在地协力者 还有不知情的人 一些谈一些修美本 各位你看得到的是我们国防部的发布 他说我们有及时掌握动态 及时启动防御系统是什么 艾山系统 艾国九三型飞弹 其实我们的雷达都已经有打开了 随时是可以拦截的 之所以没有升空 刚刚大家都已经讲了 第一没有需要嘛 因为你在外太空嘛 那个成本那么高 第二你一升空请问下 他是不是也可以收集参数 他是不是可以知道我们的征收能力 我们的监睁系统怎么样的链接 第一时间怎么作用 所以我们当然也是不会轻易量戒嘛 因为没有必要嘛 这个时候不是暂时嘛 可是我们随时有准备嘛 如果真的危害我们的时候 随时我们就要拦截他嘛 那但是你看哦 不会讲这些 再来我们不是说他逾越台海中线吗 好各位 总共27架次里头 有22架逾越台海中线 全数被我们驱离 为什么 在澎湖的天驹部队 一升空就是中线的耶 我们全部驱离 表示说我们掌握他的动态嘛 警告然后驱离他 否则我们就脊落了嘛 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 但是他们全部不讲 为什么 他现在跟你讲的都是说 你看啦 裴洛西来了以后 台湾激情一下子 可是呢 引来后患无穷 我们被局部封锁了 我们的东西出不去了 我们这个已经呢 飞弹都飞越台北上空了 未来台湾怎么办 这个剧本都写好了 剧本写好了 他就要凸显 民进党没法到啦 剧本党可以啦 民众党可以啦 你选民进党 你就选给自己要上战场了啦 要有灾难啦 那用地方包围中央 政治上的斩首 这就是他的目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为什么蔡总统会说 接下来讯息账会很多 这个一定的 因为他一定比如说 他侵入你 7-11被入侵了 他可能有很多的俄语 他制造你的恐慌 金融方面 对不对 认知作战 混淆视听 这些都可能在做的 而只要台湾民心一步稳定 这些耳语部队 这些第五众队 这些在地协力者 就可以发挥相乘的作用 这就是为什么蔡总统 昨天要特别出来讲话 也预警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台湾到目前为止 表现得非常的好 我们非常的节制 也非常的淡定 股市的反应 你看我们也没有恐慌 那这一切 其实就是让中共知道 我们这一切都按部就班来 美国 日本 台湾 我们有非常好的连结 日本在东北这边 雷根号 已经在我们东部的海面 对不对 也不走了 海峡中线 我们有效的驱离 所以这次提供的美日台联防里头 最好的实战演习 而这次最可贵的说 不要以为它是个危机而已 它更是我们的契机 这个契机就是说 中共将来如果要攻台的话 其实就是这一次的放大规模版 它的军机出来了 它的飞弹出来的 它的火箭炮出来了 它的局部封锁出来的 它的认知作战出来了 它的各种谣言部队 网工都出来了 各位 将来就是这一套剧本 所以提供了我们一个练习的机会 如果把握这次机会的话 我们绝对在将来 对于我们防卫自己能力 一定会更强 一定会更大 这次台湾社会相对冷静 大家生活如常 连东部的赏金船 都撞扬出海 但是从昨天到今天 却因为一张日本的轨迹图 还有中共那边也发了一张图说 那个飞弹是直穿 台湾台北的上空 然后飞回去 然后大家就炒成一团 要请到张将军 包括我们昨天 启动了爱国者三行 还有今天也有雄风飞 都启动了 那我们了解到 这些飞弹 因为是在高空 在太空就不需要拦截 但是我们这些的飞弹 如果真要拦截 是在什么样的时机 要去拦截它呢 末端拦截 末端拦截 对它从大气层 它通过大气层就拦截了 因为它在电离层 我们知道有这个对流层 平流层到同温层 到电离层 电离层外面就要进入太空了 就已经到达内太空 卡门线是100公里 卡门线以外就是太空嘛 很清楚 它要进入大气层 这个通过大气层 所以当它要落地的时候 那个时机也再来 末端再来拦截 末端拦截的时候 第一个它距离短 第二个我们电脑都已经算住 都已经抓住了 它的轨迹非常的清楚 那轨迹是弹道轨迹 这飞弹轨迹非常强 它是个圆弧 除非是东风时期 为什么刚才 仲江所提的这一张的 这个影片到处在传 轨迹图 第一印象 我们国防部要抓到 是第一印象 因为第一印象 印象最深刻 第二或第三 已经被第一印象 没办法取代 因为大家 所以我们要抓的是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就是 宣传一个原则 掌握主动 你让敌人 对方 顺着你的节奏来走 所以我想的是这一个 国防部要去做这一个 然后我们今天 大家刚才 刚才美美也讲到的 就是讲的火箭炮 我发现他这一次 对火箭炮 中共的火箭炮 信心不够 精准度不够 为什么 这个七个的火 这个七个连续区 他只对平坛这一个 外面这一个 这个地方打火箭炮 是他的近海 近海 对 那其他这四个 你除了东部那个区块 都是火箭炮的范围 你不管是 讲这个PHA或PCA 或卫视事情 都在他的射程范围 为什么没有用呢 精准度不够 因为这个火箭炮 他的导航 他的制导的精度非常差 因为他是火箭 他不是导弹 是 那非常差 万一带弄红枪 万一这个不听 没有命中标 打到那个陆地上怎么办 所以他没有用 信心度不够 精准度不够 这一次火箭炮 只在平坛的后面 那个旗块用 其他地方并没有用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美角 这些短板都是 我们要去收集的 将来我们怎么样 知道他这个地方 这个旗块 他是打导弹 这个旗块 他是用火箭炮 这个地方是用 他的飞机的 或者海上的 这个岸队 我们讲的 舰队岸的这种飞弹 这个都是我们要去 搜集这方面的资料 跟做正常的研判 来做应敌 共军昨天发动演习 那我们的国军 爱国者三型飞弹书 已经启动了 那今天的部分 则是因为有 中共的军舰跟飞机 都已经穿越台海 同时也启动了雄风飞弹 正好怎么看 这样的讯息 启动之后 是代表国军 做什么样的准备 对因为我们刚刚 当然对于我而言 我对于国军的行政 或是说他们在 新闻上判断 是有一些建议的 可是我认为国军的 包含我们的 现在的战力 还有包含我们 基层士官兵的能力 我是非常信心的 而且我对我们 研发能力也很有信心 因为我们中华民国军队 为了这样的状况 准备了几十年 我们就是要面对 这样的状况吧 而且我们所有 包含我们军构 包含我们训练 包含跟队美的合作 就是要防范这样状况 第一件事先讲 今天先启动 这个雄风飞弹 我们雄风飞弹 一启动的时候 很清楚 你今天只要有一艘船 赶过海峡中线 我就把你集成 而且我们雄风飞弹 是有实战经验 当然你就不能说 实战是物色嘛 对不对 可是确实 但是物色就这么精准 那次真的会让人家 吓到说 真的很精准 就是说雄风飞弹 最大特殊就是 掠海飞行 然后到了这个快要接近 这个对方的防空体系的时候 会开始劳动 脑洞过程中 他会去搜寻最合适的目标 海上一大片 去搜寻这个脑 去把它打穿 那时候那个渔船 就是说整个海面都空了 小渔船都能抓得到 都抓到 那军舰更大烧 那时候还从这个驾驶舱 穿进去 他还不是插到边边 所以是真的很准的 所以第一个 我们雄风飞弹启动 我觉得是合理的 第二件事 你抱歉 我们雄风飞弹 还有真程型 叫雄身飞弹 雄身飞弹是一千公里 到底有没有量产 有没有投场 我们国军没有讲 可是我的意思是 如果有雄身飞弹 你赶快我连你 沿头我都照打 对不对 这是很现实的状况 那爱国的山西也是一样 很多人一直讲说 昨天干嘛不拦截 不拦截 爱国应该说防空飞弹 就不是为了拦截 这种状况 防空飞弹 为什么要设计 设计七十公里 我才打过去 因为它一定是一个抛物线 下来的时候才会瞄准你 如果在你头上是最高铁 就不会下来了 在太空不需要拦截 对对对 很简单的物理学 它一定是在你的前方 是最高点 要下来的时候 我们再上去去拦截 这才是合理 可是有一个东西 是要求在外太空 大气层边缘拦截 是什么 我们美国在标六飞弹 可以做到 是干嘛 做几音速飞弹 因为几音速飞弹 是沿着大气层边缘 在做老洞 所以那个飞弹 就必须要在100公里以外 去抓人家飞弹 问题是今天老公 不是射东风十七 对不对 他是射所谓的 这个东风十五 B吧 所以说对于台湾来说 它不是几音速飞弹 我们没有必要做这件事 你如果去拦截 坦白讲才会变成 军事上的大笑话 因为它就不是设计100公里 你去拦截会发现 我们打打打打打 然后飞弹从上面飞过 我们没理由掉下来 你都会说没有意义嘛 对对 这不是要拦截 不需要拦截 飞弹就不需要去拦截 是 那什么时候呢 我们为什么 大家问 那为什么台湾 自己不设计这种 大气层以外的呢 没有 因为两岸太近了 进到不需要用极数飞弹 极数飞弹 刚刚上升到大气层这边 已经超过台湾了 所以老共涉及东风飞弹 也不是打台湾 它的东风是打什么 打美国的航空母舰嘛 它叫航母杀手嘛 所以每一个武器 有它对应的功能 其实针对它的功能 会有对应的战术因应作为 这就是确定 不要一旦外航在话修说 哎呀你怎么都没有上升 等等的 我觉得都可 有些东西是可以讨论 比如发简讯 我就可以讨论 你讲爱国者飞弹 没有升空 那叫做外航中的大外航 解放军发动这种包围式的演习 其实惹怒全世界 台湾方面当然已经要做好准备 但是在中国方面呢 他们的想法 恐怕是让大家瞠目结舌 觉得是无法想象的一种思维 包括华春莹都说啦 这个今天世界上呢 早就已经不是帝国主义列强 可以在中国耀武扬威 这个中国呢 已经不是一百多年前 任人欺负宰割的救中国了 这些列强梦应该要醒一醒 那就让他觉得 那中国梦是不是也该真正的要清醒呢 那再来呢 就是这个中国驻法国的大使卢沙野 他又讲一些话 让大家觉得瞠目结舌 他说呢 如果统一台湾呢 会对台湾人民进行再教育啊 让台湾人民回归成支持统一的爱国者啊 来瑞德克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些中国人的想法 恐怕真的是让外界跟民主社会 西方世界完全无法理解 我们台湾人跟你们中国人有什么关系啊 你凭什么要再教育啊 很简单啊 那么卢沙野只会在欧洲沙野 一再沙野 在法国沙野 那么到处沙野 只会这样而已嘛 成口舌之坏 谁理你啊 所以呢要感谢这些人 那么使国际的有人呢 一批又一批的来台湾访问 从现在开始到年底 还会有世界各国的政要 纷纷来台湾 这个等于说参访 那么除此之外呢 华春莹已经讲了没错 说中国现在已经不是一百多年前的中国 对啊没有错啊 你看改变多少啊 那么1949年 要不是国民党打败的话 哪有你中国共产党立国嘛 在此之前 你中国共产党在哪里啊 一百多年前 一百多年前 应该还是清朝时候吧 大清帝国它的继承者 也不是你中国共产党啊 那么从这些事情里面 可以看得出来啊 那么现在中国只剩下什么 它不是被人家欺负 它专门欺负人 很简单 以前被列强 罢权给欺负 它现在专门欺负 包括这个 比如说亚洲各国 不是只有欺负台湾 它今天飞弹都掉到 这个日本的经济海域里面嘛 你说这个是故意不精准 然后掉到那个地方呢 我才不相信呢 中国做什么事情 都一定沙盘推演的清清楚楚 它绝对不是 那么贸然就做这样的事情啊 包括它所谓的六个区域 后来再增加一个变七个 这个一定都是精心设计过的 那么刚刚大家在讨论的 那个到底打了多少 中国的动画里面 上面是16枚嘛 我个人认为了 因为呢 日本的9枚 我们11枚 我们的热三雷达 如果不能很精准的话 热三雷达花400多亿 进去那边干什么 美军为什么要第一时间 跟我们连线呢 我觉得我们11枚的飞弹是对的 那为什么中国宣称是16枚 你不要忘记它还有火箭弹 我在怀疑 是不是把5枚的火箭弹算进去 那就16枚了嘛 对不对 那就比较合理了 因为它如果真的发射16枚的东风飞弹 没有理由我们的热三雷达抓不到 日本显然是非常严肃在看待 非常严肃 而且没有让你说中国说什么 可以打歪 因为他们怎么讲 他说中国飞弹首次落入 他们日本的经济海域 这显示中国军员极具威胁性 他们突然认为这不是意外的 我跟你讲 那么因为我父亲在日本 到了50年的这个台桥 我对日本非常了解 日本人的个性 就是一板一眼 很简单 所以你不要以为 随随便便就可以用这个 去扶弄他 不是的 他现在又非常的敏感 所以你看在云纳国岛 在宫古岛 在石原岛这些地方 他不断的增加这些电站的部队 还有包括飞弹进驻 你此举 你这次对不对 你以为中共以为一石二鸟 你看又可以对付台湾 造成恫吓台湾人 然后又可以 某种程度上面去恫吓日本人 然后又可以跟美国 好像在那边叫板耀武扬威这样 他们的国防大学的教授 梦翔村鬼扯弹 胡说八道说什么 说因为昨天的事实 让雷根浩都愿 你都几百公里外了 笑死人吗 这不真的是笑破了 笑破人家的大摇 我想坦白 雷根浩就在那边 来来去去 在那边收集 你今天还七架的这个 等于说相关的侦察器 还在那边飞来飞去 昨天讲难听一点 昨天中午12点整了 P8A就直接飞进去 你在台湾西南角的那块军演区 全世界最猛就他们 马上就飞进去 这就是美军 你跟全世界战力最强的 这个国家的军队 在那边叫板 然后得意洋洋 一副不可一试这样子 那么事实上 我相信美军也不希望 美国也不希望这个事情 这个等于扩大 就没想到 你不是对台湾射飞弹而已 你还故意调到日本那边挑衅 我说过 为什么说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因为中国一定会趁这个机会 把它拿下来 很简单 这是千载南风的机会 如果他真的要打台湾 他没办日本 会在岛屿山 我说坦白的 那你不要忘记 美日有安保条约 美国会这样子做事就不会 你也不要忘记 美国包括加索纳空军基地等等 也在流球 这次美日安保基地 到底是不是有这个启动 当然当然 为什么呢 你要知道大批的日本的 在日本空军基地的F-15 包括日本的跟美军的F-35 那时候裴洛西来的时候 他们就半飞了 就半飞 至少9架以上大型的KC-135的空中架航机 也进驻加索纳基地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都维持了一个默契 结果你今天故意选择用飞弹的方式 我跟各位报告 东风时期跟台湾一点关系都没有 东风时期要真正要对付的人 不是我们台湾嘛 我讲坦白的嘛 对付我们台湾 它现在的主力应该是东风16 讲白了就是这样子啦 短程飞弹来炸你炸你炸你 就好像要炸那个 等于说俄罗斯要炸乌克兰 你也不要忘记 飞弹又怎样 你看看打了几个月 五六个月的乌克兰战争 俄罗斯在乌克兰丢了快3000枚的飞弹 飞弹要怎么样 3000枚的飞弹要怎么样 如果你不能两栖桌子 你没有发现吗 一直到今天中午的时候呢 又有10艘的中共的这个军舰 20几架4的飞机 又故意越过海峡中线嘛 你看看厦门那边人 都以为说要打台湾了 所以不是有坦克制走炮装甲车 然后故意到厦门港 故意在街上这样晃来晃去 有没有 你有看到它装上去 东拐5 东拐1 东拐2的 这个两栖登陆舰有看到吗 有看到出海吗 没有吧 军舰就是10艘 它动55跟动52D 尤其动55是中共的主力战舰 11000公噸级的驱逐舰 有110几个垂直发射筒 我觉得很简单啊 这是中共非常厉害 但还是略训美军的神盾舰一筹嘛 它就保持在我们台湾花莲的外海嘛 在台东跟花莲的外海等等嘛 所以 那么我们要值得注意的是 它以后 一定会把整个压力往台湾本岛挤压 这个是我们以后要一定要清楚的 还有就是我们的飞机也好 我们的飞弹也好 包括我们的这个军舰也好 面对中共会越来越压迫我们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方法 你知道吗 那至于少数这个政党人士 故意去讲说 全世界哪个国家可以容忍 自己的国土上空 被人家的飞弹过去 然后不高不公共大街 好像说好像飞弹经过了什么新天上空 南港上空 你看到贵喔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如果按照地图上讲 有 你知道吗 如果按照地球上面讲 在大气层以外的不算 可问题是 就算不算 我们还是要做好准备啦 对 也就是说 我刚刚说过的 中共昨天的恫吓 其实最主要打的是心理战 我们绝对不能上了他的当 对 共军人演习 这是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但是是不是碰到了 美日安保 然后呢 就三个小时就缩回去呢 同时我们看到 这个美军 美国方面的态度 他就谴责中国反应过度 以裴洛西访台为借口 想要去行做新常态 强调美国是不会接受的 来正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 美方的态度 在这一次当中 背后是不是迎武者呢 同时日本 包括连驻韩的美军都说 他们随时都能够出动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 美国讲不会接受 就不会接受 他们是会有行动的 今天如果今天是 美国被中国化红线的话 第一个拜登不用选 第二个美军自己都不答应 美军有美军的交往 我觉得大家要搞清楚状况 第二件事情 日本很明显 没有要让中国混过去的意思 我认为当然我个人 对于中国的飞弹的 试射的这个准度 我很没有信心 我真的觉得是试射多的 可是日本没有打算 用这样解释吗 日本也没有要帮中国开脱 日本没有要接受说 你打歪了什么的 直接定调不是意外 不是意外 为什么日本要做这件事 第一件事情 日本军方这样定调 一对于他们来说未来争取预算 因为未来下一个年度可能要六兆日元 争取预算容易 二对于他们政治人物来说凝聚民心容易 第三对于日本来说 我把我修宪的时候的正当性弄出来了 对 真的啊 中国变得 安倍都讲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 这是果然应验 确实啊 应验 你明明对台湾剧院 你打到 岔的岛 以那国岛 我日本当然要防范你啊 我日本当然要把你中国当敌人嘛 所以对于日本来说 他有太多太多的可能性 要去做这件事情 反而被中国 我认为中国是被日本抓到小辫子 所以也是因为被抓到小辫子 所以赶快结束这样战争 因为中国真的没有两面开战的能力 他为什么要发展反拒止 反介入A to AD 就是他清楚 他请全国之力 了不起把台湾打下来 你这个时候如果日本在介入 美国在介入 他根本扛不住嘛 就那么简单 所以才要A to AD 说我用狙击枪瞄准了你 远程几乎非常瞄准了你 我打台湾的时候 请你不要过来 可是当日本现在已经把这次定调为 你是故意的话 那日本一定来嘛 对不对 就赔了夫人又折兵 他这次演习最大可能嘛 那对于他们来说 你看雷根号 驶进台湾东部 一千公里以内的海域 冲绳加索 那基地6架F15升空 然后P8A的反潜机车 我觉得都是标准作战行为 就是说当中国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各个国家都会做这些事情 那这些事情很重要 什么叫很重要 你每次都讲台湾有事 等于日本有事 什么什么台湾会跟 美国会跟台湾人 坚定的站在一起 我们这次当然看你有多坚定嘛 那确实这次也没让大家失望 陪洛西走 可是雷根号没走嘛 雷根号一直在那边当定海神针嘛 由远去确认你中国不敢打台湾嘛 那这件事情呢 其实我也很清楚告诉大家什么 在这一场的这个演习过程 包含陪洛西的这个来台 我们发现一个很明确的事实 如果美国真的认真起来 中国是没有能力越低岛链一步的 对 陪洛西是不是从菲律宾的东边 看绕回台湾 就在低岛链移动 对 这次演习 记住哦 它是射飞弹 它没有一个飞行器 你说无人机就算 飞机什么是没有绕过来的 换句话说 确实也证明了 中国再怎么生气 美国是把你限锁在低岛内 我先讲一下雷根号的这个航舰的位置 8月3号礼拜三的时候 它是在这个位置 8月4号的时候 它就在这个菲律宾海 其实在台湾东部 这个就是这个 从轨迹图上 从这个航舰的这个航机图 可以看得到 雷根号其实它没有 并没有跑远 你看到这个8月3号 8月4号就像 有点像台风走了这样的一个路径 它就慢慢的转弯在这边 它其实并没有想离开这个大范围的区域 所以8月4号 它到这边 就是昨天在这里 那美军的这个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也发布 雷根号并没有离开 它在菲律宾海 它在台湾东部 它特别讲了这两个 我们去翻译过来 就告诉大家 是这两个讯息 那另外一个讯息 大家比较不知道是 其实在经过西英和外电的报道 有大概透露一下说 雷根号虽然 因为雷根号 它的位置 根据美军发布的是离台湾大概600公里 我跟大家讲 航母的这个战斗半径 它的作战半径的这个打击群 美军的航母打击 它的作战半径的打击范围 一定是500公里起跳 500公里以上 那500公里以上 是它直接可以触及的范围 800公里 500到800 是它前沿可以取是防卫攻击 那500公里是方圆是不是 对方圆500公里范围 也就是说它在这边 然后8月4号在这边 几乎接近台湾东部 都是在它的防御范围 它因为距离台湾600公里 那500到800公里 是它的这个监测范围 是它整个前沿 它包括它的预警机 空中预警机 它的指挥机 它的电针机 传回来的讯息 是让这个航空 因为你才能保护航空母舰 那其实美军还有另外一艘 什么舰艇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美军最新型的 美利坚级的两栖突击舰 那当然这是另外一艘 这是美利坚号 那当然还有美军的美利坚级的 另外一艘第二艘就是 迪利坚级号 它舰上面可以载什么 舰上面可以载12到20架的 F35B闪电二型的这样一个 逆中战机 是可以垂直起降 垂直起降 然后这样子整个战斗机 逆中型的 还有AV-8B的这个战斗机 还有SH-60的海鹰 反潜直升机 以及MV-22 倾斜式的那个 倾斜式的鱼鹰运输机 这四种的这个战斗机和直升机 军机都可以载这个 4万4千多 4万5千吨的这样一个排水量的 算是轻型航母 这是美军海军陆战队 因为船上会有1687名美军的海军陆战队的人员 这个叫 迪迪波利号航空母舰 他当时在什么位置 我先给大家看的这个 这是他的两栖突击舰 他当时在的位置 8月4号的时候 这个是台湾 他就在这边纳罢的下面 他就在纳罢下面 他等于是跟美军的航空母舰雷根号换的位置 他离台湾的东北部很近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两栖突击舰 来这个交换那个位置 因为他上面我刚刚特别讲有海军陆战队 他在做一个登陆作战的时候 有他的需求 而且强化他多元的空中的这个兵力的投射 那这个对台湾一个讯息很重要 刚刚这个郑浩不是有讲到说 台湾可以以后跟日本多合作多交流 我相信以前张延廷傅斯丁在军中的时候 我们不只跟日本 我以前在采访国防的时候 在那个看到很多军方的这个 不管是军兵推 他们都会简报说 跟日本的一个合作交流模式 也会讲到美军 所以张傅斯丁一定会很清楚说 我们跟美国有一个默契或者怎么样 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特种部队 他的海军的正规兵力 他把航空母舰这样的一个正规兵力 他测到了这个 在台湾五六百 他的这个作战半径范围内的边边 但是他把主要的这个轻的突击 快速反应机动打击部队的兵力 海军陆战队的两栖突击 放在离台湾更近的位置 这对台湾更有帮助 因为你要临时机动应变的话 海军陆战队是可以投射的 那个美军的航母雷根 那上面都是战斗机 那上面都是预警机 那上面都是电阵机 跟空中加油机等等 尤其是预警机 不是空中加油机 电阵机跟战机 他在航空母舰起降 他没有办法载你的兵力 立刻投射到哪一个岛 或整个大范围的陆地 但是两栖突击舰可以 所以我才特别跟大家讲说 美军他们这种打过多少战争 几乎每年都在打仗 最近几年也是一样 他们打过多少战争 他们是有经验的 他们把部队放在前面 他不是说 我拿着哨把就赶快离开 他是把舰放在台湾 跟中共的这个大门口 我的舰跟枪就顶着你 然后而且他的枪的 他的那个枪管是瞄准你 就好像你出门 要拿菜刀来砍我们 他想要威胁我们 我的枪管在瞄准你 你动动看 他等于就是把 把那个海军陆战队 那个投射兵 放在我们的东北方的 这样的一个海域 靠近那坝正南方 这个美军都有发布 这样的一个讯息 所以我觉得老共要看得很轻 他应该也很知道 所以这个部分是 我们炒这些 倒不如你看看美国跟日本 是怎么样沉着应对 当然我们也是很冷静 所以大家也没有乱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以后 我相信我刚刚特别 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常态的话 我们要有这个警觉性 不要让对方觉得 我们麻痹了 狼来了久而久之 木马屠城 然后狼来了我们就不会 我们更要有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危机意识 跟作战意识 我相信我们台湾一定会有 来解冰哥 因为这次 共军是大言不惨嘛 所以把这个雷根号逼退嘛 然后他们又怎么讲 他说共军说话是算数的 在台湾周边的军演 是针对美台勾连的严正正设 真的是如此吗 还是共军这些演习惹到日本 然后背后还有一个美国 因为美国在这一次 这两天当中相对安静许多 我就很怀疑 他到底在背后 施加了什么样的力量 你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从这个7月31号之后 其实中国的国防部 针对这个所谓的军事演练部分 除了刚刚发表这个讯息 他们的画面还是停留在 八一建军 甚至就在这个8月1号的时候 这个习近平曾经召开 他们国内的一级干部 军方说了一句话说 他们还是希望 跟美国能够和平共处 共创美好的未来 甚至美国国防部在 中国国防部在他们 做训练的时候 也说一句话说 未来是要与全世界的军队共好 所以也就是说 在这次所谓的 我们说的包围台湾的过程当中 其实并没有看到 这是来自于就是 中国高层或习近平谈话 甚至有人这个北京在去抓 就是说到底他们七个常委 还有王岐山跟习近平 到底在什么地方 事实上完全不见踪影 所以也就是说呢 这个是他们就是 膝盖式反映说 这个如果今天裴洛西来 他没有做出任何动作的话 中国可能会是免贵子挂不了 而且事实上呢 小粉红也是很生气啊 裴洛西来为什么台湾 中国不能发生 发布一些动作呢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他们只是 把这个事情做到 我真的有测试飞弹 而且事实上他所测试飞弹 也不是我们说他最顶规的飞弹 就是一般 除了这个我们说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东风四七 还算可以之外 其实都不是他们顶规 他们后面还有更高阶的